2028賴清德認滿之前 我直接說一個此行都不會執行 這就叫做死之廢死 你可以否定這句話 但我希望你把我否定掉 我希望你用法國的行動否定我 否定羅志強打臉羅志強 2028年5月 在5月19號的時候 我不管卓院長在哪裡 今天來跟我講說羅志強你錯了 你看你說錯了 我會非常樂意你指證我的錯誤 我們看到這37名的死刑犯裡面 有人監殺83歲的老婦人 10年有人10年連殺3人 有人殺母親殺婆婆殺丈夫 企圖炸領保險金 有人持散彈槍殺警察 有人綁票勒俗撕票欺失 有人在KTV縱火燒死5個人 有人在審判時直接嗆罰官 沒有判我死刑 我的個性繼續殺人 請問這些叫不叫犯罪情形嚴重 如果這些不叫犯罪情形嚴重 我還真不知道什麼叫犯罪情形嚴重 我再想請問院長 你知道這37案要背負多少人命嗎 知道嗎 這些行為如果都經過合余憲法規則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我請院長跟部長 我要寄在心裡好不好 這個數字我真的是很誠懇情諒 我要寄在心裡 61條人命 所以依照大法官 到這個社會走向實質廢死的時候 沒有委員 請真的 請大家看看這61條 依照憲法法庭的文字 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院長 如果今天你講也沒有用嘛 我剛剛已經說過 我剛剛已經說過 部長部長今天不用緊張 我現在跟院長對話 好不好 我跟你的對話 十二法庭有很多的事 我就說過了 2028賴清德認滿之前 我直接說 一個事情都不會執行 這就叫做十字廢死 你可以否定這句話 但我希望你把我否定掉 我希望你用法部的行動否定我 否定羅志強 打臉羅志強 2028年5月 5月19號的時候 我不管卓院長在哪裡 今天來跟我講說 羅志強你錯了 你看你說錯了 我會非常樂意你指證我的錯誤 因為當看到這些亡死的人 請問院長你心裡躺不躺血 你躺不躺血 我覺得這個行為 國人都無法容忍 法律也無法容忍 但如果他合於憲法規定的 正當法律程序 經過這個程序之後 政府必須依法執行 謝謝你啦 我本來要問正當法律 幫你把疲體 都給我進去 那邊 那又來 我開老人 謝了 気象 通訊